趴下 注意到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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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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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警拔槍指著鬧事男子 他們卻還顧著搶塑膠條 給你啦 給我啦 給你給我啦 真的是都不要給我鬧了 原警一把將人撂倒在地板上 改拿警棍 看誰還敢動 總共六個人乖乖趴在地上 但他們都喝得醉醺醺 當有時間打架 現在才想到要上廁所 給我憋著 原警說動才可以動 莫名其妙 六人鬥毆 兩人受傷 還得警察幫忙叫救護車 被打傷的男子一點狼狽 打架地點就在台中七級 某棟高級商辦大樓 一樓櫃台地板還血跡斑斑 現場還查獲鬥毆武器 一支鋁棒加上兩根塑膠條 真鬥事的六人 一路從對面超商打到商辦大樓裡面 不只櫃台人員連隔壁大樓員工都嚇一跳 事發在情人節當天凌晨三點多 這六個人又不是互相喜歡 在這特別甜蜜的節日打到分不開 到底在吵什麼 警方全部帶回離親 原來兩派人馬 一派是33歲的劉姓男子和朋友 總共四個人喝了酒 雙方就醉醉相碰 互相不認識也能吵得像仇人 演變成全武行吃棒鬥毆 警方補充雙方互搞傷害 流姓男子那一方人數比較多 還得吃上巨重鬥毆 六個人全部都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情人節沒有情人 先和討厭的人一起過